我是赵康 欢迎你来到赵少康的现场 今天我们很难得请到刘碧荣教授 来谈他的新书谈判精华课 因为刘教授出在大学教课 各地甚至各国常常去演讲 这个谈判大家都很重视谈判 因为其实谈判不一定是商业上的谈判 其实每天其实可能也都在 进行某种谈判 那你这边也讲到谈判跟辩论是不一样的 谈判那到底谈判是什么 要重视什么事情 大的比如两岸 比如很多时候就有人讲说 我们两岸应该签和平协议 但是很多人就反对说 谁去签啊谁去谈啊 国民党以前在大陆跟共产党谈判都输啊 那谁能去谈 会不会到时候出卖台湾等等 这谈判到底要重视什么 商业的谈判也很多 我们看各种商业上的谈判等等 那甚至包括以前两岸之间 什么ECFA谈啊什么都有 什么早收清单到底放什么项目等等 那刘教师这本书呢里面举很多例子 各种国内外的例子 商业上的例子都有 是不是先请这个毕童兄谈谈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是什么 你这边写是33年经验的集大成 就是你教书就要33年了 教那么久啊 对啊 其实其实我教书 more than 33年 more than 我还不止啊 我是1986年回台湾教书嘛 是是33年从1988年算起 嗯 那时候很多企业 找我在学习在学校外面上谈判课嘛 嗯 谈判课2021年写 你看1988年到2021也33年了啊 33年我这样再算啊 嗯 呃 因为33年来上课的人很多 那我们又有很多的 慢慢有更有更多的心得 那我写了很多谈判书啊 是 那么有从有人表示说书现在也买不到了 或者什么 那我想说把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把它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 那整合起来呢 呃 我觉得有几个有几个大的特色就是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外国人写谈判书啊 是 但是跟我们来讲好像烧不着痒畜啊 嗯 老外写的东西常常就讲的心理学上啊 讲半天都是外国的case 嗯嗯 那么他比较没有架构啊 那我基本上呢 我们是用西方的理论加上中国的冰学 是然后我次是我从前面从 谈判发生的条件讲起 然后呃 谈判的五大元素 最后我用谈判的五大结构 然后做一个头尾这样整合起来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呃 你是外交官啊或者你是家庭主 你是房屋仲介 你是sales 嗯都要谈判 我觉得这本书应该都可以找到你想看的东西啊 嗯 那那我大概也讲了上次我上另外一个朋友问我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想到写这个书啊 是 33年都没有变的话 我自己都被自己烦死了 嗯 所以我每个阵子我就会变了新的资料新的新的case 对 所以你买我的东西是买我2021年底的以前的我的我吗 2022年开始都我跟2021年又不一样了 啊所以我说你强迫自己有新的东西要进来 嗯嗯嗯 是那呃对了就是说因为你这边举了很多例子 而且很多都很新的例子啊 都很新的例子啊呃 甚至很有趣的有些啊你比如说我这边看你一开始讲这个以色列的2021年的这个联合政府 这就很有趣的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想都想不到的嘛对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学谈判的嗯总会发现很多让你拍案叫绝精彩的case啊嗯那谈判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谁想要吗嗯谁想要谁输吗嗯啊那你想学的东西你学谁想要谁输谁想要谁输就有点印证讲无语则刚啊是不是这个你你你你你你不要讲说以色列我们讲的以色列他这个他这个小党小党因为 你现在你另外一个党他说我一定我我现在很接近总理的位置了嘛那我需要你加入然后你需要我呢嗯那你给我当总理吧嗯我总理当两年再换你做吧嗯啊那谁不给我你自己也当不到这个啊谁想要谁输包括买房子嘛嗯买房子我碰到几个学生跟我讲买房子他说非买到不可嗯非买到不可就完了你就完了嘛你没办法杀价了这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不能飞对因为你如果没有退路的话我说我一定要我一定要那你一定要你 你会付出很多的代价了或是我一定要但是我不能让你知道我一定要对是不是啊对所以那一点不错所以我们常讲的谈判是我们心里要分出来嗯那些是你一定要的没有他你不签字的那叫Must 忘了是想要的想要的GIF是可以放出来买交情的嗯但是问题是你的Must忘的GIF只有你知道啊嗯你不能告诉他说我知道除非你说我这个就是Must的我一定要嗯那你要准备付出很高代价嗯那谈判有一招就是我愿意付出很高代价为了抢别人抢那杯子嗯呃我可以断一条手杯嗯你愿不愿意嗯那你不愿意不愿意那你让给我嗯所以有的时候不到不是谁力量比较大嗯是谁愿意 我愿意花更多的代价嗯来取得这东西嗯嗯真的那个拍卖也就是这样吗我非要这个东西对不对强强强强强我非要就是加加加反而我就是要嗯拍卖的拍卖的又很有意思了嗯因为你的拍卖你不断加加以后了然后当你落锤你买到以后嗯然后你就开始后悔了经常这样这样所以这个就叫赢家的诅咒吧嗯每一个谈赢的人都认为他眼睛被糊掉了嗯要不然的话怎么我一个人不断加加别人跑那去了嗯啊 所以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就是因为每一个谈成的人呢都会有赢家诅咒所以怎么样避免对方后悔呢嗯就是你不要让的太快嗯你如果让的太快嗯人家百分之百后悔我买的老板是多少钱一百块嗯八折嗯八折给你嗯我们大概都会后悔早上让六折嗯所以你要那么快所以不管是买方或者卖方大概都要拖一下时间嗯不用太快答应为这是一个关键你这个书也提到你自己的经验哈 我当时看了我就想说你是不是在教谈判学啊那你怎么自己都没想到嘞啊对不对啊就是说后来我说你去买东西后来什么这个扇子嘛当时说扇子对那扇子真的好用吗哎扇子不错啊那个那个扇子当时买了王兴记的那个纸扇啊哦那个纸扇他是中竹的啊嗯呃云南的这个这个云贵地区的中中色的那个竹子嗯呃41根扇谷那那蛮好用哦但是但是我跟你讲我 你你你你讲我们这个谈判嗯当然我有时候理论上学而知之嘛嗯有失败以后学到的有困而知之有有人家学生反反馈回来的有我自己撞的偷破血流的我天哪怎么会谈的这么烂啊嗯然后慢慢慢慢整合起来啊你抓到一个原因其实卡在这里嗯好吧这扇子故事讲一讲吧对那个扇子基本基本上是这样子那当时当时我去我去上海嘛嗯上海有陪我岳母他们去上海我就买个扇子哎那扇子我觉得很漂亮嗯 但是他有一个私容包装的420块人民币我说我自己用啊我说400400我说这么地方怎么可能400吗啊那我说呃我心里想应该是200嗯但是但是我我后来你晓得观光客的任务之一就让自己被宰了嗯那后来我就我我就是我300块买的啊所以买的就当店员包给我的时候呢那旁边一个妹妹看着那个店员包给我那个眼睛瞪得很大嗯只差没有讲说姐姐这么黑心的钱你也赚得下去 嗯所以我拿了以后我心里当然觉得很郁闷嘛嗯那是2008年嗯2009年我去杭州那我就特别想不行这次到杭州我亲自到这个店的本店去看嗯嗯本店我进去一看我就找我去我买200块我想应该200我到一两百块那一堆你看没有没有嗯没有我就问老板娘说我说我台湾来的特别去买这扇子他说先生你很试货这是我们镇店之宝啊嗯我那时候没有呢他说你看错地方了那里90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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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那上海那那上海跟我没关系嗯我说我拿我说我拿小我以为你们是分店吗不是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我准备是200块嗯那你你你他他人卖90块嗯那90和200中间其实他随便加什么我都愿意出啊嗯他跟我讲先生你加个中国节吧嗯你买个皮修吧嗯哎他只要在我范围里都可以出吗嗯但他没有加嗯没有加那我想那以前200块两三百块买的算是舍不得用现在90块我买了500 买了500块买了500块嗯对是现在这种就是不真的是这样哎就是说比如我们到什么埃及啊什么优企这样是啊他就是有一次到埃及他就跟我讲说我这个价钱no alibaba 我说什么叫no没有alibaba我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骗你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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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事实大道是骗子啊啊是阿里巴巴是骗子所以呢no alibaba就是我没有骗你啊嗯从菜市场进去所以那个市集吧嗯进去 你好谈半天买了一个然后你就往里面走就是你你多少钱买的你说多少钱100块80你要不要啊就很气嘛对吧我已经买了嗯他看了你手上拿着嘛然后再往里面走你多少钱买我60可以买你一望一望往里面走当然也许他因为看你买了对啊就故意窝囊你对是不会再买的也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呢基本上就是他就是这样一关一关一关都不一样这样 是很有趣的啦因为我们常常以为说在那个地方买货币三家啊但是有的时候三家都是他自己都打开的对啊很多的台湾其实也有哎那条街其实好几都是他不知道他的亲戚他的家人看好几间店弄了半天其实是一家一家都一家也会有这种情况啊好那么这个谈判其实蛮重要的啊谈判小的时候你说夫妻之间啊男女情人之间也可能谈判啊很多事情啊只是看你怎么讲他也许他不讲我是谈判但也在bagi嘛也在也在谈他谈去后 到底该怎么样啊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康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我们现在访问是刘彬仁教授啊谈他的谈判精华课啊这个学的很精彩啊是先生出版社出的啊先决啊对不起先决对的先决啊先决啊那好那到底要怎么样谈判到底要要他有什么条件怎么样能够谈营你也说有的时候要 创造一个引爆点创造一个僵局自己安排几根柱子要不要是不是一个跟我们对对对听众来讲这个这个谈判之所以发生啊他第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有一个无法容忍的僵局嗯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把你的问题变成大家的问题嗯那如果你的问题永远只是你自己的问题别人干嘛跟你谈对啊你在偷哭就可以了嘛对所以你要首先就是就是我们想要引爆嗯你选择一个什么时间 那我们常常讲你增加真呃你的真创造一个僵局呢就是造势嗯你把谈判的事给造出来是一个造势就是增加议题嘛就是哎你你你你A不给我我B不去B就不给你C就不给你这要逛钩嗯要不然我就结盟啊我人多我造势嗯要不然的话呢我就真的上街头我引爆嗯嗯那里面说然后逼对方来谈嗯可是为什么常常有人上街头搞错呢 上街头去引爆那是工具嗯坐下来谈才是目的嗯嗯就你说上街头人难道真的想住在街上吗嗯不是嘛嗯所以很多人上街以后没想到怎么回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好了你先提出要求呢就你你你你想想你你提出要求你有这个分量吗嗯时机对不对国际情势对不对啊公司的业绩你的老板眼中的分量 你老板眼中的你没这份量你的要求你膨胀自己这也不对嘛嗯那你不可能你每个要求都要得到嘛嗯所以你一定要换嗯就是就是我们讲说为什么换比如说我刚刚我刚刚您提到我这样柱子所有的要求提出来他有柱子支撑嘛嗯嗯他他有什么理由你凭什么啊客观的数据统计的数字啊什么什么撑起来撑起来然后呢我还准备好的A案B案C案嘛嗯换牌嘛嗯换牌这样才有谈的空间 如果你没有谈判的空间你就跟他讲那就那就等于是招降啊或者是投降啊或者根本没办法谈那么谈判讲的就是换抓大放小嗯先放出来先知道你有多少大小然后再换我觉得这不管那各行可以哪一种谈判其实都是一样道理但是有的时候我你这本书也写掉有时候很多工会的这个代表来找你谈啊嗯他们说上街头你说上街头是容易啊这怎么怎么收尾对啊因为因为你看我我相对 我们不是相对比较保守就我觉得上街头是OK的嗯啊我也跟很多资方讲工会上街头他一定是这样嘛他没有其他武器嘛对嘛可是问你上街头我们在理论才讲两个低啊一个是direction是方向一个distance是距离啊比如说我今天把群众拉上街头嗯兄弟们往那边冲啊往那边冲嗯他是会冲的我说他时间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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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不见得回来才怪嗯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相对就保守一点 为什么你你黑脸出去要留白脸嗯所以常常讲黑白脸不是去骗人家或什么其实白脸就留着控场啊嗯控场控的实际的状况看看怎么做那通常我们都是下黑上白就让长官当白脸啊长官当白脸那长官当白脸长官平常可能不太不这么讲话嗯必要的时候他可以失控了他可以上个白脸出来控场嗯长官要是上黑脸的话没人敢把你拉回来嗯那那那没人上白脸就失控了 我我这点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国外上的管理课的时候纽约管理学会很很很多年轻人去上课 有一门就是跟工会啊公司因为美国工会很强的我常常到美国公司常常看到工厂门口工人在那边游行啊啊还阻止你进工厂什么都这样啊他就讲说经常一个公司美国大公司有一个副总啊专门负责跟工会谈判为什么呢他位置够高位置够高你不高的话你派个进行 我不要跟你谈啊对副总对他位置够高但是他上面还有总经理对他任何事都不会答应你他会说好我就跟总经理讨论一下他不能立刻答应你事实上他是不是有老板吗对但是你说他不够高我已经是副总了吗但你说你够高能决定他我也不能决定啊这要谈啊他们大概跟工会谈谈很久了所以台湾工会因为一般没有那么强就欧美有些工会非常强的所以那公司怎么跟工会相处是很重要的 对这这很这很重要因为你说这个这个副总啊因为有时候你要协调各部门嘛一个部门经理出来别的部门光听你的不经的听可是如果你是你是真正大老板你走到第一线你后面连回旋空间都没有 所以他留了一个回旋嘛但是我刚才刚讲了一点啊就是我是觉得工会啊 当然也要上谈判课学过的人好谈比较比较知道怎么谈他比较知道怎么样放嘛像比如说我看到有些工会比如说罢工到很凶他们也不是想走到这个地步没办法他没学过啊他以为谈判就是这样子啊那我说你这样那怎么回来呢你这样卡在桌上你怎么回来呢还没想到哦你有什么东西跟资方就换呢你有什么条件还没想到哎所以我常常讲的呃那公会也没有钱呢所以大概资方 我我所以我比较主张是资方找人来上课呢跟工会一起上嗯劳资双方一起上嗯那么就相对来讲比较公正嘛啊而且坦白讲你工会没有钱那个讲师费也就资方在付得起嗯你这样子才有助于这个劳资双方的合适所以你这边提到谈判的时候是要双赢有时候要共赢是不是这样呃我我基本上呢呃也就是我们讲英文叫winwin嘛啊winwin呢但是有的人呢呃他喜欢把它翻成共赢嗯 但是我不是完全同意共赢嗯因为我是要我是主张就是按照双赢嗯为什么呢因为共赢是你一个方一个东西啊我们大家共同成就一个事情嗯可以有时候谈判不是啊嗯我们嘴巴里讲双赢各自心里都觉得是我赢嗯嗯我我心我认为我要的我要的哎你也你也认为你赢嗯那我们两个其实我们两个期待不一样我们两个要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大家都觉得自己赢了嘛我们不是成就一件事情我们各自拿各自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我说这应该是双赢 会比较正确啊因为你刚谈这我就想到香港啊嗯啊香港的时候你就搞到今天这个地步对不对看了都很难过嘛啊那么好一个地方那时候他们这个上街头有没有雨伞运动啊或者上街头啊反送中啊等等啊我就问过黎智英哦我说哎我说你们有没有谈啊有没有人在中间穿梭啊你要什么你总是要跟北京也好香港这么就要谈嘛是 他没有谈啊哦他说没有能够谈啊中间没有一个中介可以谈啊但我不知道事实是不是这样都没有办法谈啊嗯他特别呢是那些年轻的是说你们老的已经搞了从97到现在搞这么多你们要到什么东西啊所以你们这是吓到看我们冲也不听啊我说你总要谈啊我就以台湾为例台湾早期民进党啊当时党外运动还是有一些什么陈旅员啊吴峰山啊关中这些人在中间穿梭嘛是你穿梭以后你要什么他要什么 大家互相让一步嘛就没有没有人穿梭然后没有谈最后就闹成这样子吧是那因为群众运动声势大向你讲他觉得我已经我已经这么大了我跟你谈什么的你非得听我的啊对不对好了最后就变成一点不错因为因为平常在谈判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刚讲说群人都走上街头以后他他以为他很大嗯其实他还是小的他还是小的所以这时候要怎么你还甘愿做老二还是小的然后来谈我这比较怪 你要是老是觉得你不不会收啊你没有这份量你要的东西是你要不到的东西就结果是什么都没有嗯就是我本来呃要100好吧那开价当然可以开100是但是呢最后一起我8070成交了我这还要到8070吗我说不行我没有宁为玉碎不好就要不到100就跟你砸锅对就很差你来个鱼石网破那根本就不是谈判了好那么我们现在谈的是谈判精华课我们需要讲回来 我是赵宏康我们回到赵宏康视频的现场我们现在请的 李吴毓隆教授呢是 把他33年的经验啊 我看你有很多例子吗学生也常常给你报告说我什么什么运用等等哈 而且国际上也有不只在台湾哈其他新加坡的人我也常去哈 那这个谈判精华课啊请他来谈的谈判到底要注意什么哈 这边特别刚刚也讲的must want give 我一定要的我想要的我还要预备给什么东西啊给给什么东西给别人哈等等哈 那有没有用就是说我就是这样子你愿意就不愿意就算了那是什么要谈判对 有你非常强势的像台湾很多代工厂就是这样的你说的毛利非常低吗那毛三道四毛三道四吗我要不要我要给你就是这个力你要就要不要就没有啊 那于是我我们在想商有很多很多人问我的问题啊就说我真的没有什么筹码啊 那我就反过来问你 那你为什么还要谈 嗯 你你想要什么吗 呃那我起码我要这个身份吗 我要做他供应商的身份 因为我如果跟你谈赚不了什么 我的身份取得我跟他谈也是大厂拉起来我我我你看谁都是我的客户那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抬起来了吗 我以前就学生他做自动他做做了地宝的这个水电工程以后 嗯 别的都要他啊 他更重要做了mandarin oriental就文华东方以后呃整个抬起来 就你总要什么吗 对不对啊 就是要不然有人就讲说不是 他说我在他那边没有转 可是我若不转那我的同行就进去 所以我不是看我跟他的位置我跟我这些同行我们在业界里面的相对位置 地位 做我这个这个我一定要以我这种身份我怎么可以不做这个单呢 那么先卡位以后有机会可以转还那这个单是没转 嗯 所以你他就是每个人做事他做一个目的吗 如果你又赚不到什么东西 你又得不到名 又得不到你的一个status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啊 那又得不到钱 那那那你图什么 嗯那就那就撤嘛 嗯所以我就常讲觉得 呃总有总有一个道理那如果真的没办法谈的话呢 其实很多时候 比如我今天真的没有机会有人就等着吧 以前有一家物流公司跟我讲他到一家公司那公司他已经有物流了 那就不要你啊 嗯不要你他就每天就在公司号 嗯有一天 他们原来的物流公司出了什么状况 临时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物流 嗯那他马上就就就就就派上用场 哎就是就打进来了 嗯所以很多时候 呃什么东西要等那个机会 就好像以前我跟 我跟一下便利超商上课 他们就讲说他们要跟一个伯父上啊 租他的这个 呃干嘛点呢 杂货店呢就开超商 嗯 那人家讲说我自己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一个月赚10万 我租给你只赚6万 那为什么租给你呢 好 他就每天陪着那个老先生去喝茶了聊天啊 哎有天老先生生病了 生病了你的那个杂货店铁门就拉下来了 他到医院去看他手头他就点了 你可点醒他你看你现在生病了你都没有钱进来啊 你整个人绑在这里生活没品质 这身体好的时候带你孙子出去走走啊 对不对你租给我们开超商 对不对你我们公司那么大也不会倒 而且是附近的体这个这个房地产的价值整个起来 所以你你留给你小孩的不是一个店面呢 而且是个更有价值的一个店面 而且更重要是你整个整个生活你时间释放出来 你可以享受你的生活 老先生以前完全听不下去 但生病以后都听进去了 所以我就觉得每个东西他这个有timing 实然后也有一点不错 所以有常常有人讲说老师我没有筹码 我说不是 我说你没有筹码你是 现在跟这个人谈这件事 你没有筹码 以后 或你换个人 换一件事 你说不定就有筹码 所以你要静下来想 把整个事情怎么样挂起来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 但是很重视谈判 我看不少机构啊学校请你去去教他们 哪些人他们比较需要这个 很多 很多比如说 你连AIT都请你 我本来就老美应该很多 谈判专家 他到底他们要想学什么 AIT 最大的意思就是 很多美国的商人 到台湾来 希望AIT 帮他介绍 跟台湾的人接触 那你跟美国这些人是要谈的 我不晓得有没有收钱 我是不晓得 反正他要谈 跟台湾的人要谈 现在因为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很好嘛 好多这个美国人来 所以AIT 赶快想商务 商务组就想赶快我们要加强 我们的谈判能力 所以这是谈判 那你说一般来企业呢 以前大家比较 你想到谈判最长的就是采购 业务啊 对不对 可现在越来越多是内部谈判 内部谈判就是 你看各部门之间 各部门的谈判 现在人越来越难搞 你发现 而且你新 新的人进来跟老一辈的人的这种冲突 世代之间的冲突 那内部的谈判 而且人脾气都变得很坏啊 每个人 人际沟通能力都没有了 他们认证谈 现在越来还有一批人干嘛 二代 现在大陆很多台商的二代把我请去上课 上课就什么呢 二代要接班呢 不是二代最常见的一个同学讲的例子 他父亲过世 他妈妈是董事长 他叔叔是总经理 那叔叔想夺权 我说那你不是就狮子王吗 那不是每一个是类似这种二代的东西 每一家都有不同的二代 接班的问题 接班要谈判 销售要谈判 劳资要谈判 部门之间的谈判 啊 那么那么你所想到的 呃 里里外外的 其实都是谈判 就是你有时候不愿意用谈判这两个字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你看好比如说 讨论啊 我跟你研究商量一下 可以 我跟你商量 我跟参兄之类 我有一些事情我跟你看看啊 那其实就是谈判 就是就是换 所以脑筋里要学一点的东西呢 比较能够帮助我们 要和平的方法解决一些冲突 所以你从到尾到现在一直在讲换了 就谈判总要给 有给有拿是不是 有给有拿 一定是这样 那很多就不想给啊 对 不想给你就 不要谈你下命令嘛 如果你能够 你如果能强势的说 那干嘛谈 那你干嘛谈 对不对 我就是下不了命令嘛 我要不到嘛 要不到我就坐下来 坐下跟你谈了嘛 这样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 不会换 他不会换 你说谈判讲 Trade Trade 要换 那你看啊 比如说就我一个人啊 那我知道啊 抓大放小 对不对 公司里面 我们部门觉得这个要放 那个部门说干嘛放 那是我们很重要 所以安内要才能攘外 所以为什么谈判 还要分成对内和对外 对内我要先跟他谈 然后谈完以后才能够对外 所以为什么对内谈判 这个冲突越来越多 因为本位主义啊 什么东西都 通通都存在 所以都是个问题 还有文化有差别 老美我到老美美国上 和美国官司上 他们很难跟日本人谈判了 绕了个半天 讲了半天 是就是跟不是不是 是搞不清楚 我很有意思 我们这个在国外上闯 国外闯荡的人啊 常常最搞不清楚就是 他们那个语言啊 到底是yes还是no 我们我们中国人呢 或整个东方人包括中国日本 韩国甚至包括印尼 我们都不大说no的 不太拒绝别 对不对 我们都是yes 给个面子 然后but 重点就是but 对不对 但是 美国西方人是no but 他前面no但是but是可以谈 我们的yes 但后面是but 对啊 这个很有趣啊 以前有一次我在上海上课 他是一个芬兰公司 芬兰公司在在中国那个那个 泛兰的那个总经理是个美国人啊 他底下个同 举家一个学员那个经理就跟我讲 他说老师我们美国人说啊 老板说我们中国人这套表达方式不好 我说那是你 你们美国老板没学问 嗯 这不是好不好 这就是文化 对吧 你到美国去 你得学会美国的那套表达方式 美国人到东方 他就得学东方人表达方式对吧 所以美国人就讲了包括到印尼啊 呃 你问印尼人说 你这能不能做 他就讲半天 他就不见得 说不能 说能或不能 对吧 所以老美说既然这样子我就跳过这题嘛 你做这个要三天还是五天 他说五天 他给你五天 就这题就做了嘛 你问他能不能做 半天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常常我们跳过一个问题 配合文化不同 有不同的谈判方法 嗯对这很有趣哈 刚这个 刘碧荣老师特别提到 东方人喜欢是 yes but 呃 好但是 其实就是不能嘛 对对对 老美说 no 你听他no了 but但是如果这样做也许可以 对 这个就很大的差异哈 我们休息一下就要回来 我是赵尔康 我是赵尔康 我给你回到赵尔康 那现场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刘碧荣教授 谈判 精华课 呃 我们现在这一节更是精华中的精华 对啊 因为浓缩在这个一个钟头之内 好那接下来你觉得我们听说应该知道什么关于谈判 对其实哈 因为因为我在书上也特别讲到川普的一个谈判 川普谈判呢 其实他本来就很厉害 他搞房地产 搞房地产 跟纽约市政府谈判 我看过他以前写的书 是 他买房他很厉害 他是 所以你看如果大家有兴趣找他那本这个交易的艺术那个书来看 他里面的局啊 我上去人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这个局里面有多少players 川普就晓得跟这个拉一个拉个他一个网络 我们在谈判上讲的是 network 不是讲 两个人际关系而已 这叫你介力使力 川普一般来讲 他的特色一开始就他也自己强调开高 嗯 他开高 开高 开得很高吗 就你要想办法开高 然后你要让自己变得非常的不理性 然后呢忽然理性 降低一点 然后说 趁他回过神来赶快签 不然又不理性了 所以这样子毛毛他能要到比原来想的更多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但是有的时候呢 他跟这个民主党在 你看川普以前不是 用了一招就是他在这边界 建墙嘛 墨西哥 墨西哥他把这个边墙呢放在他的预算 联邦的预算里面 这就是谈判上的夹带 那夹带就是说呢 呃 你们要 你们要这个 呃 通过的预算 你必须同意我里面夹带东西 不然我就我就不签字 啊 那那这个这个在谈的立法 立法单位立法院里面国会里面常用的这方法 你说找一个党来支持你 那我比如说这东西你给我带回去 夹带包裹摆进去 但是在里面呢而且而且这夹带的成功常常就要靠一个期限 因为的预算期限到了 你如果不签的话我们就政府关门了 deadline是很重要的 没想到民主党就不签嘛 所以川普为什么后来这个就没有成功 民主党就 不签嘛来个鱼死网破嘛 鱼死网破后来就 就所以你看川普说不政府就就下当我们就关门了好几次嘛 关好几次 好几次那就当然后来是后来是把那个那个边墙预算从那个联邦的预算放在国防里面 这样才解决了嘛 不然他就他跟你干到底 所以所以我常觉得立法院里面啊 呃其实也都是都是要谈判 国际会议什么也都是谈判你说我们叫很多立法员助理啊 你帮你你帮你的组子啊在那边去戳啊去谈什么东西 你不是光是跑托吗 很多东西 就要谈嘛 对不对那你谈你不是光是说啊我答应你什么不是你跟不同的党去各种交涉那就是利益就交换 讲到你的简单点就是换票吗 讲到一点就是那我这个是怎么换 嗯其实其实这就是我觉得呃一个我们我们这个马上要要学的哈 那当然还有的就说台湾的我们最担心就两岸之间怎么谈 但是两岸之间怎么谈就刚刚讲的players 那哪里是我们在谈 还包括 根本就是美国什么在玩美国我们在玩那你想怎么样 文在寅在讲了好几次 说朝鲜的问题南韩要有话语权 根本轮不到他有话语权 对不对 那我们也希望有话语权 蔡英文也说希望我们是个我们是个起手的不是起子 嗯我们就是起子我们怎么可能变起手 那就在这情况下那我们想这是一个先天的局限 在这个局限里面我要怎么谈 那我要什么 那我们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要什么内部没有共识 讲不清楚 因为讲不清楚就没办法谈 所以我们其实就卡在这里而且常会把自己想的太大 最常的好了 我是觉得最谈判最难的就是一个 一个认识自己 知己知彼了 知己知彼你要晓得你的 你晓得你有多少份量 你要的到什么 那哪个时机对你最好 以前最典型的例子我也在讲 这个 以前清朝时候中法战争 我们大学历史一点都知道 清朝跟法国打仗 结果清朝打赢了 打赢了就李鸿庄还签一个不平等条约 被骂死了 其实 我们的时候不签不行 你再打第二场就输掉了 你以为你会赢是 你根本不会赢啊 所以怎么样赢一次以后能够适可而止 能够叫停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但是这靠智慧 你说香港主权跟管理权的问题 对不对 那时候才记得英国就希望说我主权还你的你让我继续管香港 对 这个这个团队 这是英国人一厢其愿 他没搞清楚 本来我们在外界看其实外界如果你不是中国人的话不了解中国人想法你都觉得很正常 那么主权换治权 你中国要的是面子 尤其那个时候中国根本自己一塌糊涂 怎么可以把香港管好 他讲中国要的是面子吧 那我主权还你吗 那我香港要李子吗 那我继续 我继续治理吗 邓小平他们的讲法就是 治权那你觉得我中国管不好 那是我没面子 所以治权不是李子 治权也是面子 也是两个都是面子 我怎么可能给呢 于是呢这里面最有趣的就是英国每一次跟美国人 都提 跟中国谈 都提 然后后来就没答应 每次都闹 后来就结束了 摊胜以后呢 这个 中国代表就有事真忍不住就问英国代表 你明知道我不会答应 你为什么每次都要问呢 英文就说 我若不问 我怎么知道你会忽然答应 突然答应 反正不问白不问就问吧 所以所以你看就政治来讲 英国人可能没有sense 他不晓得这个 中国的面子问题 可就商业他们来讲 这是对的 因为你每一次问每次问你不晓得人家怎么样的改变 你比如说你看你要卖东西给我 你每次问我买不买 我不买不买 说不定我看我同学买了 也蛮好用的 我忽然就改变了 我等你下次问我 结果你下次就要问我 那我也不好意思说我现在改变主意要买了 对不对 我等你 我等你问我 我说 好吧 看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所以我等你问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 问是对的 可是碰到政治谈判就要稍微稍微改一下 那情形又不太一样 你这本书也提到以前我们常谈这个 锚定效应 就一点什么漫天要加就地还钱 对这个意思 到底这个锚有多重要 对 就是一般来讲呢 你说锚定就是我们 我们定个锚嘛 定锚就先开架 先开架呢 就是就是我现在就我们通常啊我们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 我们都是会根据对方的开架来调整我的期待 所以他们 我们常讲开高得高开低得低 这是这是有道理的 所以为什么为什么定个锚 但是但是同样的 先开架要锚要定下来呢 他得有柱子撑啊 有道理 他有个道理啊 没有道理乱讲啊乱讲你漫天要这样我就就地还钱 你先讲也没有用啊 他有一次有个上海的学人到台湾来上我的课 他有跟我讲说老师我不同意 他说开架他开的价钱我绝对不会受他的什么影响 因为我都准备好了 我说我告诉你你成也在这里 败也在这里 你成是你准备好了 败在什么地方呢 你因为你准备好心有成竹 所以所有东西他讲的话你都不听嘛 你根本耳朵就关起来 反正我就是这价钱 我打听过附近的实价登陆什么 其实你搞错了 你不晓得他今天为什么卖房子 说不定他今天是因为他家里人生病 他急着把房子卖的变现 或者他急着什么原因 比如说以前我们家附近卖房子 有位太太是个陆沛 然后他的 他的先生老先生都往生了 他和他老先生前期生的小孩又搞不好 就想把老先生的房子 赶快处理一下卖掉 钱分一分的回大陆去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等最好的价钱吗 不会吗 他就想赶快解决掉 所以他当然不是按照实价登陆 去给你卖房子吗 对不对 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问 所以我们常讲说 呃 你有人讲说我们在开架的时候呢 你有一种我开出牌的方法 是用问句来出牌 你不是先卖多少钱 你问他 您的房子住的还好吗 他会跟你讲不好吗 他说很好啊 很好为什么要卖呢 哎呀因为我买了一个新房子 那边要自备款啊 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 原因出来了 我就晓得后面的钱是怎么算 但那些都不是我们在谈判之前就准备得到的 所以我就跟那个上海那个女生讲 我说 准备好是对 你知道吧 但是我们在桌上一定要是一川火水 而不是一潭死水 你如果 不是一潭不穿火水 你就死守在你准备的东西 你自己准备反正把自己卡死在桌上 好那么谈判进华课 有个人教授的这个新书我们修学讲回来 谈判啊 大家其实都很重视 因为生活其实大大小小 其实都在谈了 你不讲他叫谈判 那 谈判的进华课 那刘比勇老师呢 这个上了很多年了 我们现在最后一节六分钟 是不是刘教授来 综合来谈一下 是 那么其实因为我们常觉得谈判很重要吗 我也把推广谈判的这个观念呢 当这个社会启蒙运动 是 因为我常常觉得 会谈的人呢 比较能够解决冲突 比较会解决冲突 好了那常常很多人就问了 说我现在想想要做他 学谈判 那我的个性上有没有什么缺陷 或者什么准备 那我首先 第一个呢 呃 我常讲你必须要耐烦 谈判也是很烦的 但是不耐烦不等于 不等于不能谈 川普就很不耐烦 川普但是川普呢 他对他谈得很好 因为他很信任他的律师 什么时候事情 Details叫做 那叫律师去处理 那律师的回忆录上也讲说 那川普对他非常信任 就是多少的文件 律师川普只问一件事情 你看了没问题 没问题我就签了 因为我根本看不懂嘛 所以第一个你你首先你如果没有律师 你自己就要耐烦 然后第二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 你不能有洁癖 那谈判讲的是 赢者不全赢 输者不全输嘛 那赢者不全赢 输者不全输 那你如果有洁癖 你非得要全赢 那没办法 所以我常讲说 全白白马拿不到 黑马不甘愿 你只能习惯接受斑马 就你要拿一点放一点嘛 所以所以以前讲雷根呢 人家说雷根是很伟大的一个沟通家 但是雷根呢 他从雷根幕僚就讲 他从来不要100分 他只要80分 因为你如果要100分呢 你 人家就是零 人家必然反弹 留一点让人家回去 这个这个我们讲英文常讲 Less is more 少要一点 成就多一点 我碰到很多政治人物 我最想跟他们讲 就是这句话 每个人都想全赢 你根本要不到 然后第三呢 就是你总有一点逻辑的观念 逻辑观念 逻辑是 就是你说辩论跟谈判 当然不一样 辩论是要封人家的口 谈判是要赢得人家的心 但是很重要一点 辩论可以帮助谈判做什么 选的逻辑 因为有时候人家的讲话 明明是有陷阱 他讲话根本 都来都去 这不对 然后你就被他一路误导下去 那那个谈判就掉到陷阱里面 然后第四呢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你一定每一次都要想清楚 我到底要什么 我到底要什么 那么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教授 就讲了一句话 比如说我今天修浴室 那修浴室 那你那个工人他开价比较高 那比如说我杀价 要不然我减少我的要求嘛 我不要这里装个灯 那里装个什么 我要求那么多当然就很对 要不然我从需求端减少 要不然我从他卖房那边去减少 可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不是你要再问一下 你修房子干嘛 你为了要卖 那你如果要卖的话 你要怎么增加卖点 那你愿意花多少钱 你觉得可以赚到多少钱 还是说你今天要传家 你要给你儿子结婚用 那你今天要传家的话 那我的 我的材料就用的好一点 因为用好几代嘛对不对 就是我的目的 在决定我要什么 然后再分出取舍 这样来谈 我就从这几个 然后最后就是我讲 多多看case 我就看下棋 看那个棋谱一样 多看case以后 他想啊原来人家这样子 我们可以怎么怎么怎么解决 就慢慢的你学谈判以后 你发现你思维方式都不太一样 我们思维方式常常不讨的人 就是yes no 那谈判最常就是if yes和no中间有多少的if 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们 整个思考 变得比较有个厚度 有个深度 比较容易解决很多复杂的问题 这个if就是 你要这个钱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对能够少一点 我要这个你要杀 如果这样的话 你愿不愿多付一点 就是如果你能给我什么 我就可以答应 那这个如果 可谈嘛 那其实 你觉得贵 能不能我们分期付款 不要一次付这么多类似的 或者说你看啊 我们想要的 比如我先跟老板去要东西 我老板 同意我做这件事 还是现在马上同意这件事 加个时间付词 那又不一样对不对 老板放行 还是现在马上放行 还是说呢 老板可不可以同意 过一阵子部分开放 那就有时间 还加上切割 那我不像现在百分之百开放 那我全赢啊 那我能不能跟他们 谈到一个过一阵子部分开放 那过一阵子有日书条款 日落条款 部分开放 这里面就有空间了嘛 这个空间就可以谈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当时是奥斯陆和平协议 当然也是这样谈的 有东西说现在不谈 放到以后再说 这个就是过一阵子 以后再说什么说 这也不知道 就美国跟美国跟中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也是这样的 第一阶段谈完第二阶段以后过一阵再说 也是这样 用时间来解决 也是一个方法 他们一般讲 所谓 先有本书讲这个 苏维埃斯谈判法 这跟共产党很难谈的 因为他就很强制了 就你讲的开始可能很不讲理啊 对 黑鲁雪夫把 鞋子拿出来联合国大会敲啊 把大家都吓死灯了 到底是怎样 不那有时候是演了 也有人讲是 赫鲁雪夫敲的时候 你在看他底下 他是两个脚都穿鞋子 对他从下 其实是从包子包里拿出来 他演出来给你看 表示非常不理性 金正恩也这样的 常常很多用不理性 所以谈判有 常常谈判有装的功夫 你可能装傻 你可能装风 你可能装死 装风外长 对你这都是一个谈判的战术 他们就讲比如说 你去 到港口看 那个刚会开船乱开通 他都让他 这个疯子来了 赶快让你不然撞到了 有时候谈判这也是一招 就是这样 但是不能永远这样 你最后还是 先讲的没错 你要什么你先讲清楚 我要什么 疯子战术有条件 只能有一个疯子 另外一个必须正常 两个都疯子惨了 就惨了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 刘碧荣教授跟我们谈 他的新书谈判金华课 谢谢 谢谢刘教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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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